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有很多人问这个所谓的缘分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然后这个缘分跟桃花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解的就是这个意思期 到底意思期是什么一回事呢 有些人曾经听我讲过这意思期是来自于这一个所谓的四大桃花 这四大桃花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子 五 卯 油 有些朋友不知道什么是子 子就是老鼠 然后卯呢是兔子 然后五呢是马 然后油呢是鸡 这四个生肖呢是在哪一个范围呢 就在所谓的北 东 南 西 所谓的市政 这市政的话为什么会特别吸引 这一个所谓的桃花 OK 这个市政话呢其实就代表什么呢 我们讲的所谓的正能量 正桃花 跟我们做的也是要做正事 不要做人家的妾啦小三啦这一些 所以缘分桃花什么都好 我们都要对的正的 怎么就要找到正的桃花 对的桃花呢 所以一世气呢就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这个一生爱一人呢是享受 找到适合的人呢才是生活 一世情缘就是好生活的开始 这一世情缘呢就是我们要介绍给大家的这个新的宿罪 这新的宿罪呢就是要协助我们 帮助我们找到对的人 找到能够给我们幸福的人 所以其实这方面就我们要提到要的东西叫什么呢 叫因缘 什么是因缘 我们看因缘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啦 你要的时候呢可能他就不来 你不要的时候呢他就出现 又未必是你所就是梦寐以求的那一位 但是因缘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看到因缘这个字里面 尤其是那个圆 圆是不是有一个密字旁 或者是个四字旁 这密字旁呢就是说你要人 帮忙牵线 我们在这里呢就是用了一世情缘 帮大家牵线 可以找到你要找到的好因缘 所以在这一方面呢 你看哦找到好因缘也是 也是非常的不简单不容易 因为两个人的话 这就好像一个迷宫 兜兜转转兜兜转转 如果两个人要真的是碰面 真的是这个缘分要 我们刚刚开始所讲的 真的是要以身修来 并不简单并不容易 但是这个意识器呢 主要的你要记住哦 是不是我们找到的对方 就不需要再带 没有 因为意识器在这一方面 因为植物满油里面呢 也可以帮助我们 增加我们的贵人缘 跟我们的亲人啦 跟我们的孩子啦 这些都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缘分 所以这一方面呢 其实是我们在这里 是精心设计 是希望大家可以 找到一生的自爱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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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